比方说你看这恶鬼道 看到两个佛的中间吗 中边有一个观世音菩萨 撒甘露 那下面就是恶鬼道 所以为什么佛教有中原超度法会 基督教天主教没有的 因为这牵涉到 他对于世界怎么去解释 他的理论不同 那其实老实说 这个恶鬼啊 过去都是在人间啊 修行的佛弟子 因为造恶业 拜个观世音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观世音菩萨才去度他的 第二个畜生道 畜生道它就是生存跟繁殖 畜生道呢 就是呢 就是害怕被人家杀呀 对不对 所以当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会生起慈悲心 而不伤害众生 而且在畜生道里面呢 每个的福德姻缘也是不同啊 现在台湾跟东南亚都很流行 不生小孩 都喜欢咬狗 养猫 还有赶猫 兔子 这些畜生道 其实就是过去 我们的亲人好友来独胎的 但是告诉他真话的话 是会吓到他的 接下来再看 天道 米勒菩萨 他谈乐器而讲经说法 先看一下 敦煌云冈石窟 米勒菩萨叫交角菩萨 只有十地 还原经讲十地菩萨 到第十地的时候 十一地就成佛 所以米勒菩萨是十地菩萨 各位有机会 如果去新加坡 我会推荐一个寺庙 叫佛亚寺 真正的米勒菩萨应该长这样 报生佛 然后带宝怪 然后真正的米勒菩萨 我们不是像现在看到的布带和尚 布带和尚是化身佛 而真正的米勒菩萨呢 是这样 重重无尽的报生佛 因为他是显结下一尊的成佛者 好 你看唐朝造型 带宝观的十地 法云地的米勒菩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新加坡佛教是非常兴盛的 接下来再看 有两位邪士菩萨 一佛二菩萨 代表他的眷属 他的净土 接下来再看 藏传佛教 也有说米勒菩萨的净土 他也有无量的眷属 好 各位再看 印度智慧灵 太息都仁波切 有两层楼半高 铜流金所标的 中间那颗是钻石 那你会想 西藏人这么贫穷 可是他戴三宝 也是非常的前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在轮回里面 累积成佛而功德 好 接下来请看 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南传的造型 跟大乘跟金刚乘 就完全不一样 南传佛教呢 为圣弟子说法 接下来请看 愿心向道 第47页 所以你说修行先从哪里 先从这里 五戒十善吧 有一个十善业道经 请各位上网听 修行伸口意 我想各位都知道 我觉得第一个先要从口 因为我们最容易从口造恶业 所以讲话要谨慎 第二个生 我们不要做杀到遗忘酒的事 第三慢慢再调服你 不要贪嗔吃 然后吃 其实最后一个 在南传佛教 他不翻吃 他叫不要有邪见 我觉得比较正确 你要听闻正法 好 你看 南传佛教修四圣地八正道 四圣地八正道 大家都知道 这八正道 正见 正语 正命 正业 正经经 正定跟正念 你按照他的顺序 请看师父的欢灯片 是要有智慧 才开始学戒 才学定 这个顺序跟我们大正不一样 我们大正一讲 楞严经 戒定会 可是南传佛教 其实要告诉我们 要先听经 正见第一 佛陀在世的时候 是先听佛 讲经说法 有智慧 接下来 正见 接下来 正语 正命 正业 正经经 这个才是戒 接下来 还要正念 跟正定 所以南传佛教 没有一个不打坐的 对不对 所以定 才会生起 究竟的解脱 所以其实 它是会 戒定 南传佛教 跟我们大臣 有一点不同 这个提醒你 接下来 你看 南传佛教 传统说 佛在世的时候 是不准种执着 所以佛只用四种东西 来象征佛教 叫Symbolism of the Televada Buddhism 第一个用佛的脚印 第二 这是佛的脚印 这是台湾 用大理石所雕的 佛有千佛轮向 你可以看 佛的脚印上面有法轮 今天晚上回去看看你的脚 里面有没有轮 对 佛修持的时候 它又有这样 它有无量累积的功德 摆结修相好 千佛修庄严 第二个 用法轮 代表法轮常转 第三个 它用舍利塔 第四个 它是用菩提叶 所以在南传佛教里面 刚开始是没有雕佛像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告诉我们 不要去执着任何万象 所有一切都是无常会变的 所以舍利塔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在波罗布渡 就是南传的法师 看到波罗布渡 这个佛塔 大家知道 师父也去过这地方 你看 他们就披南传土黄色的袈裟 念巴黎文 对不对 他们也是很好的修行人 所以 第二个 好 请看 四十七页二 愿法寻道 就是说 希望我们的修史是按照法而去医治的 在我们那个 Walking on the Bodhisattva path 在走在菩萨道当中 你以什么为主呢 以法 总说是应该培养出菩提心 以发起度众生的愿力 那菩提心 我昨天有说过 我现在讲重点 第一个 就是愿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我昨天说 Mother Teresa跟Maha Gandhi 都是很好 但是呢 他会将来升天 也会做圣人 可是他不会成佛 是他没有第二个条件 愿度一切众生都成佛 要有佛道 这个很难 包含所谓的一切众生 是过去 现在 未来 包含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所有的众生 我都要帮助他 那当然这里的众生 一定包含你的 历代主心跟冤心代主 所以看法华经 最有名的叫 常不清菩萨 对不对 注意他是个比丘 老比丘 他披南传袈沙 这是在我们台湾 高雄 有一个紫竹灵金色 按照法华经所建的 假如你要到台湾的话 师父会建议你去参观 这是一东南亚 全世界看不到的 真正按照佛法身三宝 而建的 叫紫竹灵金色 我们去参观过 法华经常不清菩萨 你看他是比丘 可是他有比丘的菩萨界 他对任何人都礼拜 他都不会轻视 所以我们大家都读金刚经 都会讲空性 可是你也知道 金刚经里释迦摩尼佛 修了五百世的忍入先人 所以请你写下来 忍入是禅定的前方辩 我们都很喜欢讲空 可是你不知道 忍入才会让你的心得定 假如修行也有不同阶段 可能刚开始在五卓二世里 你要离开红尘 然后自己修界定会 第二个你可能 还甚至去闭关 甚至去朝圣 可是这样还不够 真正功夫够了 像把你丢到滚滚红尘 像在汉堡或柏林 这样的世界里 或在多斯德福 你在利益众生当中 你才会升起你的功德 比方说忍入 人家骂你 你才看你有没有生气 所以这叫常步金菩萨 它是有阶段性的 接下来看一下 高雄指竹林精圣 各位可以抄它的website 你可以上网 它们也做得很好 佛无法生三宝 这个大门 按照法华经的经文去设计的 非常的壮观 一进门口可以看到 当来下身佛的弥勒菩萨 以东皇的造型 同造的 非常非常的庄严 所以弥勒菩萨 念佛的人也应该共 因为他是下一尊佛 我自己也很喜欢弥勒菩萨 尤其你读了瑜伽式地论或现观庄言论 或大般若经的时候 你才知道 梅勒菩萨是很了不起的 接下来你看他的大殿 师加勒菩萨佛讲妙法莲华经 然后三遍净土 图片就是我们商业经测的全部学员去参加校外教学 你看 师加勒菩萨佛讲经说法 所以大圣的佛像是非常庄严跟饱满的 接下来你看 他的大殿上面 二十八颗 这个代表呢 法华经二十八品 所以可以透过建筑而为众生说法 你看多宝佛塔 当时他在高雄高速公路上 晚上所有的都可以看到这个佛塔放光 里面做的就是多宝如来 所以佛教可以透过很多艺术 然后建筑音乐美术而为众生 不同的角度讲经说法的 最后他有钟上面有多华佛 跟这个释迦摩尼佛 二佛并坐的大钟 这是我们上次去参观的时候 从地永出品 他们的学员干部也是 非常的精进学习佛法 他们都跟各位一样有工作 可是呢 晚上都来上佛学班 周末都来奉献做免费的义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东南亚的佛教徒是非常有福报的 为什么 因为他念念都在学习嘛 所以各位应该精进再精进 好 接下来菩提心我昨天讲过 我不重复 阿里山日出给你做比喻 我们当你发起菩提心的时候 你去向蓄热东升的太阳 你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必须训练你的心刚开始向蜡烛 慢慢变成灯塔 最后呢 想遍照全球的太阳 所以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关键 尤其是大乘佛法跟金刚乘的教法 这个昨天讲过我就不重复 接下来看下面的资料 大制度论 今天是我要讲的 大制度论里面说 一个人发了菩提心 行菩萨道 至少要有这三个条件 请背起来很重要 第一个智慧门 Ultimate wisdom 尤其是般若空性的智慧 观一切反空 我待会要慢慢讲 会介绍图片 慈悲门 叫广大的慈悲心 第三个 第二个英文叫 Universal Compassion 第三个是方便门 就是善巧方便 Skillful means 所以当你不管学大称 任何的宗派八宗 你想要证得大称各种三昧 其实你要在直观上 很下功夫的 你看这就是佛陀 阅读明星的照片 所以六度菠萨蜜 是禅定菠萨蜜 跟菩萨蜜蜜 也是很重要 这次我来德国红法 我也会强调直观 其实我观察到各位 大部分的脸有 布施慈戒 忍入精进 布施慈戒 忍入精进 其实各位都不错 你都很有善根 在不同的佛教团体 修福修会 可是纸跟观 各位比较差一点 为什么 你们的心都蛮散乱的 第二个 波尔波罗蜜 是要从禅定中升起 初世间的智慧 你看 南传佛教的比丘 一有空心很宁静 他就昼夜静静传修 对不对 你看 法喜充满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看我们台湾现在很流行 小沙咪 对不对 你看他为什么心中有个菩提叶 因为他有菩提心 你看 给灯 对不对 精进你自然就会生起法喜 当然我们人要面对很多问题 可是你不够精进 我常常常说的 我觉得外国的佛教徒还是什么 busy and lazy busy for the worldly entertainment lazy for your daily practice 意思是说 你平常都很忙 忙在世间的享受 物质的享受 所以 远离一些享受 比较好吧 否则你会很苦 第二个 你应该 把你的时间跟体力 你跟师父一样 跟尊贵的道宝宝王一样 在人间的道宝宝都是24小时 可是呢 每一个人精进的程度不同 所以六度波罗蜜 有讲精进波罗蜜 好 接下来再看 华言三圣大乘 这是刚才讲的 重庆大竹石窟 中间是 毗卢浙纳佛 释迦牟尼佛的报身 右边是文书 左边是普贤菩萨 有人会问说 你怎么判断 不一定呢 这就是华言三圣 其实菩萨他拿的东西啊 手在里面 东西是会不一样的 先看五台山 大显通寺 无良殿的 毗卢浙纳佛 他的手将将按照 Welcome for everybody 在华言会上 他欢迎过去 现在未来的诸佛 而讲大方广博华言经 接下来看 五台山 戴罗顶的文书施利菩萨 代表智慧第一 他是过去 现在未来诸佛的老师 尤其是你读博尔经 你一定会拜文书菩萨做老师 明天我会放五台山短片 今天放普贤菩萨 看 这将就是我拍的 明朝万历年间 皇帝下历见的普贤王菩萨 所以你看 大昌佛法也是很殊胜的 接下来这华言三圣 就是我们桑叶经社所供养的木雕 接下来到了唐朝 你看一般中间是供 释迦摩尼佛 原来东边注意听是供 印度是供燃灯佛 到了西元七八世纪的时候 东边的造像是供 阿处比佛 在波尔经里面 可是到了中国唐朝以后 中国人很喜欢中药 中国人老实说 是很有福报的民族 但是改朝换代 战争很多 杀生很多 所以中国人呢 常常喜欢吃补 就越补越大洞 所以中国人喜欢医药 因此在东方无量诸佛 到了唐朝以后 药师佛就登登登登 排阳榜第一名了 知道吗 这个大昌三宝佛 西方有无量诸佛 在无量诸佛里面 愿力最大的是谁 阿弥陀佛 所以是到中国唐朝以后 才是这样 以前不是 东方是供燃灯佛 阿处比佛的 所以你从这个佛教的图像演变 你也可以知道 佛法它在进步 但是它也会随着 历史文化而变化 好 接下来再看 慈悲心 观世音菩萨 智慧心 文殊失礼菩萨 怨恨心呢 是普贤菩萨 是我今天要介绍的重点 我想我今天可以介绍 四十八页到十四行 到一个段落 后面还有很多图片 请专心听 大圣佛法 你说修什么法文 其实就修这三个菩萨 第一个 观世音菩萨 叫大慈大悲 好 请看师傅影像 来表演一下 请问我这个草莓 跟这个水壶比 哪一个大 水壶 对不对 看得到吗 草莓跟水壶 哪一个大 水壶 水壶跟桌子比 哪一个大 桌子跟教室比 哪一个大 教室跟天空比 哪个大 天空 各位都很聪明啊 可是答案 这是相对的 还是很小 佛教讲大慈大悲 大是超越大小相对 二元概例的 英文叫 就是超越相对的 所以这里的大 其实在英文里 不能翻成 不是huge 应该翻成 universal compassion 广大如虚空的 大悲观音法能 第二个 这个智慧 有世间的智慧 跟初世间的智慧 我说过 欧洲人很多在这 世间的物理 科学知识 都非常的强 那是conventional truths 可是在文珠菩萨 讲的是 ultimate wisdom 这里的ultimate wisdom come from your through your meditation 所以南传 北传 藏传 其实学禅定是很重要的 这次我可能没有机会 为杜臣介绍禅修 或许以后有姻缘再说吧 波尔波罗密 是非常重要 是文书实力菩萨 所以翻成 ultimate wisdom 接下来再看 怨恨 这个可以念行 也可以念恨 中国古汉文 行是代表名词 表示action 怨恨 大恨普贤菩萨 恨代表实践 英文讲engagement 英文不是有一句吗 just do it 对不对 好 那你看他的英文翻成 great vowels and endless the action 其实是谁呢 就是土贤王菩萨 所以在普贤行愿品 有讲 念念相去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悦 对不对 好 请看 所以请各位看 在中国 如果你要常上五台山之前 会经过山西省 崇善市 这是非常了不起 有两层楼高的木雕 中间大悲观世音菩萨 由右边叫千波文书 这是你很少听到的 左边是普贤菩萨 其实他就按照 华严经 善财同主 是三餐 第一餐 是文书 确立菩萨 请看 而且有一千只手 每一个手里面 有个波 每一个波 有一种化佛 所以文书菩萨 代表千佛的老师 不管各位 你学什么法文 到最后你学金刚秤 最后真的要大手印 跟大圆满的时候 你要学般若 般若的老师 就是谁呢 文书 确立菩萨 所以他代表 千佛之师 释迦牟尼佛 过去世的时候 也曾经拜 文书势利菩萨 做老师 第二个 大家都知道 千手千眼 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的 观世音菩萨 我想全世界的 尤其是华人的佛弟子 没有一个人 不拜观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的 代表诸佛的大悲心 接下来再看 普贤王菩萨 后面的语言 代表一真法界 三才童子五十三餐 最后是修 普贤的大愿的 你看 三才童子 第一 对不起 这个打错了 文字上有打错 这个其实是 观世音菩萨 不是第一餐 我那时候写错 对不起 第二十一餐 因为 对不起 五十三除以二 第二十七 第二十三餐 像一座山的中间 这是观世音菩萨 右下角是 善才童子 这个到时候 我修正一下 好 现在请看 慈悲心 好 请专心听 今天最殊胜的是讲 慈悲 三种慈悲 出自于 入中论 刚才讲 Universal Compassion 所以我们讲慈悲 慈悲 慈悲是 慈是很简单的 给人家带来快乐 悲 我们解决别人的痛苦 可是我们现在的 解释的慈悲 都太浅了 而且我们的慈悲 是什么 选择性的慈悲 你对我比较好 我就对你慈悲 那你这个人不喜欢我 我就对你修刚悲 对啊 你很强硬 像刚做的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慈悲 其实是广大的 这三段有点深 请专心听 也是今天我要讲 这个光波八四法里面 大称理很重要的 第一个叫众生原词 原是指你所依靠的对象 他有翻英文 compassion with reference to all senses 所有的众生 我待会给你看图片 第二个法慈悲 就是compass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ality 尤其是人无我跟法无我 你要了解无我的教法 空性的教法 你才会了解法原词 第三种叫无原词 就是观世音菩萨 我常常说 无原大词 同体大悲 compassion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point 举一个例子 先看第三个 观世音菩萨 他不会说你是道教 一贯道 或佛教徒 他就有分别 中国人尤其你在东南亚 在台湾 你会看到 道教也拜观世音菩萨 一贯道也是拜观世音菩萨 天道也拜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不会分别 只要众生有苦的时候 寻生就苦 他都会帮你 对不对 这叫无原大词 同体大悲 可是这个很难做到 各位 我常常喜欢的 就是稍微刺激大家思考 你若拜过大悲餐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对不对 那希望说 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希望加持我 能够学一切的佛法 可是虽然我们这样发愿 可是事实上 我们心里是不太愿意 学一切佛法 请各位翻开 八十六页 就有这全部的经文 这本讲义的八十六页 是第三场讲义 我再讲 我现在跳过去一下 对不对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这法呢 就包含过去 现在未来 包含南传 北传的一切正法 你都应该欢喜学啊 再看第三个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度一切众 在八十六页 所有的众生 我们都应该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在德国 你应该打开你的心量 去接受越南人 华人 西方人 所有的人 都应该介绍 我现在对德国不熟 我现在讲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我们虽然讲说慈悲 我们大家都拜观世音菩萨 有人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拜观世音菩萨很有用 别人拜呢 别人拜很有用 我拜就没有用 原因是 你嘴巴虽然念 但是你的心量 并没有这么广大 举个例子 我到印度尼西亚 大家就到迦卡达 在德国呢 他们印度尼西亚 跟在马来西亚 华人都是二等公民的 然后华人呢 有很多中青会去了 我也见到他们 可是呢 当地暴动的时候呢 他们杀谁 杀华人 为什么 因为华人呢 来这边 等于在他们而言呢 当地印度尼西亚的 或马来人 他觉得你是外来人 抢我们的土地 华人其实很辛苦 不管客家人 或米南人 都白手起家 我们住得都非常的好 都吃得非常好 可是旁边呢 印度尼西亚 或马来西亚的人呢 都是很贫穷的 我见了他们 我给他们建议什么 你既然来了这块国土啊 其实你应该用 你的钱 你的爱心 去关怀他们 教育 文化 跟慈善事业 你知道吗 我曾经参观 他们暴动的时候 杀华人 而且是杀小孩 而且呢 强暴女众的 为什么 恨 我说错了 你来到这块国土 你既然中青会 这么有福报 华人 当然我们要救 我们也见华文玄像 其实 你拜观世音菩萨 是南无大悲观世音 任我速度 一切重啊 一切的众生 你都在帮他 你想想看 假如你现在愿意用中青会 拨钱 去帮助印度人 回教徒 对不对 讲学经 他家人呢 你能够去关心他医疗基金 他一定会感恩你的 对不对 他当你左邻右舍 你出去的时候 他也会帮你看房子的 可是我们华人 有时候心量太小 很多人不是中国人 我不要管他 虽然拜了观世音菩萨 心量还是很小 这不是平等的大分性 当然 我讲完以后 他们有些很感动 但是老实说 他也会说 师父你讲得很好 其实很难做 我说对 但是你要伸出你的双手去做 了解吗 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similarly 以此类推 也希望这边 所有的华人也有 住在这里 你要关心的华人 你也应该关心德国人 也应该关心越南人 也应该关心印度人 也应该关心其他的人 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 在关心的同时 你不需要改变他的宗教 对不对 这个你才叫做 真的修大悲观音法人 你这样子的话 你求佛菩萨 佛菩萨绝对会 满你的愿望的 为什么 你的心量 广大如虚空 深测于大海 我常常说 其实我看到了很多佛教徒 听闻佛法也很久了 其实他的行为都是 门是开的 心是关着的 希望不要介意 是不是很真诚 假如讲了这句话 不太高兴 那你就不要听 你就打瞌睡好了 就欢喜 你就放在心里 你只要伸出双手 对不对 所有的众生 都会感恩你 不用去强迫他 改变宗教 重点是我们 实践大悲心的功德 请看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本体 这就是敦煌的壁画 后面大丈夫像的 大悲观世音菩萨 前面呢 使有些人 雕十六只手 或是十八只手 都可以准提菩萨 这尊佛像在台湾 高雄南部的一个寺院 非常的壮观 我们每天都念 大悲神之后 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可是你的心量太小了 心量怎么说呢 待会我会讲 接下来看 这是圣十一面观音 是由唐朝 还有东密 跟大圣结合 我念大悲神之后 就观想这一张 非常的庄严 所以你要观想 接下来你看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不是很cue的吗 你看松手啊 对不对 右脚顶着石头 用一推 他想要知道里面是什么 接下来你看 一切众生都有慈悲的本质 这是一个外国女孩 你看她这么喜欢 她的puppy 狗 对不对 你再看 你应该当更酷 两个鸟孩 为了帮她的狗 她要喝水 喝不到 maybe in Germany this is France I don't know it's old photo 对 她帮助这个小狗 让她踏上去吃 喝水啊 你看 我们常常忘记了 我们人与人都有慈悲的互动 世界战争 为什么这么多 国家跟国家 是不是没有政治立场 我看到太多的政客 都在买武器 对不对 都是为私人的利益呢 政党政派都在斗争 可是真正为众生做事的很少 你看看 有时候小孩子 却容易流露出慈悲的特质 对不对 再看一遍 So cute So sweet 当我们讲 So cute and so sweet 的完了以后呢 You forgot everything You only speak by your mouth Not to show your action 所以慈悲啊 写下来 不是嘴巴讲的 是要去做 你才会有慈悲的力量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为什么要三大阿僧奇节 跟无量阿僧奇节 甚至是在修行 就是透过身口意的实践 而利益众生 先看 韩国的国宝 水月观音 水月带观音 后面是月亮 下面是水大海 代表观世音菩萨 正悟空性 大家都读过心经 观自在菩萨 形成般若波罗密多时 这一尊是非常庄严 韩国的水月观音的国宝 接下来请看 桑爷精神 有空欢迎到 Welcome to Taipei SBA 这是我们共的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非常的庄严 代表华严经实地 事实上这尊佛像是 从中国四川成都来的 在台湾的文物店 仓库里 师父看到的时候 非常高兴 然后我左右供了 日本的禅宗的灯 还有藏传佛教的 两个如意宝 中间有个设立塔 有释交摩尼佛的设立 子在里面 当时我们2004年 成立经社的时候 我这辈子做了一个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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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梦 但是It's my secret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梦 所以我大会呢 我明天会谢谢会长 我会带了一张 那我们这张也把它印出来的 如果将来需要的话 我们会再进来 接下来看新加坡 一样佛牙寺 东密的六壁如意伦观音 六只手代表度六道众生 代表度六度波罗蜜 六个手上面呢 还有一个手是空的 代表空性 所以你看背后是用西坛字呢 中国大陆用彩绘的波人信经 非常的庄严 所以你知道 大会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啊 是无量无边的 那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 接下来现代人画的水月观音 所以大称你要修三个法门 就是观音文书跟普贤 先看众生原词 这不在讲义里 请专心听 原想众生而生起 这是初发心的菩萨 具足的慈悲 我们需要依靠众生才会生起 刚才讲 货业苦 苦 你看到众生你就苦 你请你写下来 Q&A 哪一种情况下 你看到众生会掉眼泪 你问你自己 师父也曾经问过我 我可以告诉你 有一种情况让我会掉眼泪 我先讲一个故事 先讲答案 就是菜市场 台湾菜市场 那个断腿的 有没有 残障人员 推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佛号 大家都忙着买菜 可是没有人领他 现在还赶快走 赶快走 赶快走 你不要管 可是师父看到那一路 我会流眼泪 今年我出家 第二十四年 很惭愧 二十四年前 我刚授剑 授完剑 我就搭了国光号 要回台北 那时候 我一到国光号 就是叫Longton Coach 我在那边等车 突然有一个 残障员走过来 因为这是师父 我刚授完菩萨 当然了 要广度众生 对不对 二十四年前 结果他跑过来 师父啊 师父啊 你大慈大悲 买一下口香糖吧 那时候很贵哦 二十年前 对不对 一条卖五十块 台币 二十四年前 这很贵 我心里想 我并没有很多钱 我是和尚 然后我在排 我是排第一个位置 后面呢 很多人看着我 然后看师父怎么做 我心里想 我刚发心 众生无边 是愿度 就一出来就遇到这个 那要不要动呢 对各位 你就会去想 我想他很可怜吧 后来想说 我受了菩萨界 众生竟然在我面前 一定有缘 所以我就拿起了 十块钱 当着十块台币 我就大声喊 老菩萨啦 不好意思啊 我没钱啊 我给你啊 结果有意思是说 我没有很多钱 师父帮给你 我就投十块给他 他看 嗯 臭铜钱 这么少 然后就走了 走了以后 我就坐公车 上车 上车走第一个位置 你知道师父看到哪一幕啊 我当场就掉眼泪 我回头一看啊 那个老菩萨 这样爬的呢 竟然呢 黑道啊就是控制人员 就过来 然后拿棍子打他 加油一点 你今天的业绩太差 钱全部给我 师父当场就掉眼泪 我发愿 众生无边是怨度 所以其实度众生听好 要有慈悲 可是先写下来 慈悲之前要有智慧 在这个社会 有很多人会利用佛教的 彻影之心 也会利用你的弱点来骗你 可是帮助众生 你要有智慧 以菩萨界来说 众生若会无量的众生 站在你面前 一定跟你有缘 那我的建议是 你要帮助他 但不要帮助他太多 免得他很贪心 甚至有些是做坏事 举个例子 慈禁功德会 以前都会帮助 东部的很多 Oboriginal山地同胞 本来就是要帮助他 缴学费的 结果他爸爸 抽烟喝酒赌博 妈妈也不做事 缴他五千块给他 最后他们停的 答案是对的 为什么 慈悲 拥有智慧 所以众生在你面前 无量的众生 你应该帮他 比方说我去印度跟尼泊 举个例子 我现在去 我们都知道 东阳的佛教徒都很慈悲 看看各位长得圆圆了 肥羊来了 好好宰一宰吧 他就会骗你说 师父啊 对不对 你慈悲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爸爸生病了 我妈妈没有工作 我的妹妹啊 姐姐呢 还要出国啊 你可不可以帮忙 其实这些都骗人的 那有时候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就随便举例 假如他跟你要台币一千块 那我的个性呢 是会帮他一半 假如我调查是真的的话 我帮助他五百 目的让你知道 另外五百 要靠你去努力 而不是呢 你做的就是呆呆的 全世界西方国家 社会福利很好 可是社会福利好的结果 我一样的呢 很多人就是呢 Everybody know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众生福利制度很好 可是他不一定会感恩珍惜 所以佛教徒帮助人是对 但你先要智慧 所以众生原词 举例是什么 像妈妈 妈妈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管儿子 大儿子小儿子 是聪明跟不聪明的 都是你生的 你都会真心的关心他 所以放生的目的 是要生起慈悲心 救度众生 不过今天我并不想讲放生 放生是佛说的 长话短说 我觉得放生要有智慧 其实我反而建议说 是做医疗布施 会比较好 因为现在很多全世界呢 放生是不太适合 比如在印度尼西亚 初一十五放生 上面合流放 下面马来人就抓 所以放生是佛说的 注意听 你现在不要多一个脑筋 想到谁 我是讲佛法 很多法师的愿力不同 不过我觉得肯定是放生 可是我觉得做医疗基金 教育基金 不失给佛教 基督教 其他宗教的医疗基金 可以让你得到健康长寿 好 明天我会放一个 一整短片给各位看 好 我讲第二个 法原词 就是原响佛陀所讲的教法跟真理 而升起了 我度无量的众生 可是我却不执着 这是正如菩萨型的 这个大菩萨所具足的慈悲 比方说老师 老师帮助众生 但是你会发现 有时候学生不乖的时候 老师会狠狠骂他一顿 骂他也是对他的慈悲 比如说我现在看后面有小朋友 爸爸妈妈 你知道小朋友有时候是很精明的 有时候很狡猾的 所以中国讲严父慈母 要两个人把配合 才把孩子教好 可是有时候老师 骂他是真正的爱他的 所以法原词 就像老师 你看动物之间也有慈悲的真理 这张我是在印度达伦沙拉 寺院旁边的猴子 那天是冬天很冷 然后太阳出来 两个猴子在相互抓跳蚤 众生跟众生都有慈悲 而且是无有条件的 我们帮助众生 不要什么东西都要得到 profit或feedback 第三个无言词 请你写下来叫 unconditional universal compassion 再讲一遍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iversal compassion 就是菩萨帮助众生 是离开一切的原响 不会管你有没有目的 或管你的身份 只要有苦 我就千处祈求 千处献 苦海长坐渡人舟 最有的呢 代表是谁呢 就是大悲观之音菩萨 已经正道无声法忍菩萨 所居住的 是七地跟八动地的 八地的不动力菩萨 比方说最好的例子像什么 doctor nurse 在hospital里面 emergency department 你不能说今天黑大斗的手里突然撞到车祸进来 太好 他是坏人 我们就让他死吧 不可以 以医生角度来讲 只要他生病 不管是任何谁 任何的种族 multi people multi religion multi culture we always do our best to help their life 对不对 这个就叫无缘大子 至于说这个是坏人 你救了他以后 国家的法律会叛他 可是你是医生护士 在那一刹那之间 就是尽全心潜力要救他 这叫做universal compassion 尤其是unconditional 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 你看看 大海当中 云云的众生都是平等无二的 对 等一下 大海中云云众生平等无二 举个例子 可能有人会说 师父啊 为什么现在世界的灾难那么多 当然有很多原因 可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外在的环境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念头 你知道全世界 古代人啊 比如说以沙僧来讲 一个渔夫啊 一天可能能钓一百条 鱼就很多了 或两百条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我曾经上网查过 全世界的seafood restaurant 海产餐厅啊 全世界一天杀五亿到十亿的众生 不管大小 你就知道众生的杀业 其实是比以前重 所以众生全世界灾难很多 虽然看到我们众生 人类的文明 艺术文化历史都在进步 可是你的眼光要发广大一点 佛教认为呢 这些动物啊 不是上帝给我们的食物 佛教认为这些都是从六道轮回的投胎的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吓你说你一定要吃素 而是告诉你 你要有慈悲心 大海上所有的众生啊 都是你的眷属 假如你现在看到一个鱼 或是我在显命远文观音访 最喜欢挑战各位 你看到一个蟑螂是过去你的母亲啊 你一定是放声大哭的 你一定不一定像呢 好 看看蟑螂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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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他真的去极乐世界了吗 这是我常常喜欢讲的笑话 因为杀身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之一啊 所以佛教的大悲心啊 是广大无边的 所以要慢慢来的 他是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教的 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有形无形的众生 我们都要去帮助他 你才知道佛教观音访我们的伟大 好 接下来再看智慧 文书施力菩萨 他有世间的智慧 就像我们讲的电脑 科技 物理 数学 都是世间的智慧 但是佛教讲的是初世间的智慧 这个初世间的智慧 来自于戒定慧 好 请看五台山 中国 有机会五台山 戴罗鼎 是文书施力菩萨 五台山是文书的圣地 请看这五方文书 这里有一个故事 我现在想说 在清朝康熙雍镇乾隆的时候 他是藏传佛教的大户房 他要来五台山朝圣 这时候下令给那个就是宪令 然后给这个住持 当时五个台 五台山是这样的首长 那五座山是离很远 结果当时那个住持就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 攻击皇帝跟乾隆皇帝要来 皇帝来 他说时间很短 他要办一次就朝五个台 那那个住持就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这时候他就生日烦恼 做不好 所以会被沙头的 结果这时候有个小沙咪很聪明 他说师父你有烦恼 对皇帝要来了 他就讲故事 他说师父很简单 保五台山 那就把五个台的文书武萨 叫人搬来 放在一排 给皇帝一拜 不就可了吗 所以五台山的戴罗鼎 五方文书殿就是这样来 后来这个沙咪就做了这个寺庙的住持了 请看 他五台山的壁画 正海寺五方文书代表五方佛的智慧 明天会讲五方佛 中间文书学历菩萨是黄色的 他的咒语是 所以皇教格鲁巴的 这宗格巴大师的上师相印 都是念文书新咒的 接下来看 千碧千波慢书实力 慢书实力就是文书实力菩萨 所以文书菩萨也有一千之首的 不是只有千首观音才这样 接下来你看 他头顶有十地 在华严经十地 拿零根寿代表智慧与方便 接下来你看五方文书 很抱歉 当时我的相机没有广角镜头 事实上是在应该五个 我只拍到其中的三个 下次再回去拍吧 好 接下来 五方文书代表五方佛的智慧 他有五种颜色 注意 我现在大概讲 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唐朝 然后传到日本 东密 就是按照这个五方佛 所以他有颜色有种子 我聪明文书 东台 南台是智慧文书 西台狮子吼文书 北台无构文书 中台如同文书 中台如同文书是白色 但是我没办法用白色字 是用黑色的写 请做个记号 西台 西台狮子吼文书 所以藏传佛教的 这个阿弥陀佛在西边 水衣配莲花布 所以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这样了解吗 好 先来看 中台如同文书 很可爱 我们每天都在看什么 看电视跟DVD 跟Computer 文书施利菩萨 昼夜都是读经论的 大波热经 接下来 五方文书 非常的庄严 全部是木雕的 好 这是正中间 文书施利菩萨 好 这是全五台山最殊胜的 书像文书 传说那个脸 有在明朝的时候 是面粉做的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以后再说 接下来是清凉国师 传说是文书菩萨 或普贤菩萨的化身 在中国五台山 叫大显通寺 然后你看 他后面有一个文书店 听说有一个香港人 出了好几百万 出黄金 全部供养 原因是中间供了一尊 曾经会说话 会讲过话的文书施利菩萨 背后是玄结千佛 中间这种文书施利菩萨 曾经开口讲过话 听起来是很miracle 或missed unbelievable 不过这就是宗教修持的力量 所以接下来再看 藏传佛教 五方文书 这是我在印度买 而是尼泊尔的探卡 他用金粉画的 代表五方国 五方的智慧 接下来有语文书 深语义的语 也有白文书 都是文书施利菩萨 有智慧 还有八大菩萨里的黄文书 为什么要介绍这些呢 就是告诉你 其实大乘跟金刚乘 显教跟密教啊 是结合为一的 好 这个是藏传佛教 在印度比尔中萨佛学院 同流经两层楼高的 文书施利菩萨 其实我们各位 每一个人都学密 比方说你念大菲神咒 往生咒 各种的咒就是密法 愣言神咒啊 只是我们内心里啊 排斥不接受 再看北京 雍和宫 同流经 两层楼这么高的 伟大的宗格巴大师 因为康熙雍正乾隆 是藏传佛教的大护法 尤其特别护持的 黄教是宗格巴大师 好 接下来我讲第三个 怨恨心 待会就快要结束 怨恨 怨恨这里是讲 用普贤菩萨做代表 刚才讲 要先要有智慧 再来学慈悲 最后 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愿意修行 我们的心也会 opt down opt down opt down 可是 你要做到普贤菩萨一样 念念相去 无有间断 生于一业 无有疲弱 你就要广大的怨恨心 great vows and endless action 最后你就会去做道次第 从南传佛教进入大乘 请这里做记号 要学三个 三十七道品 对 是出自于道次度论 小乘大乘都要学三十七道品 六度波罗蜜 还有华严经十地 这是大乘佛法最重要的佛心 现在看普贤菩萨 和梅山万年寺普贤菩萨 接下来是2006年 我们刚才看过短片 十方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它是代表 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怨恨 所以 它一样也可以像华严经十地一样 广大无边 非常的庄严 所以各位有机会回到中国 四川成都的时候 不要忘记要去看这 当时它建考的时候是2006年开光 这是台湾大华严寺 有三个大象代表过去 现在未来 用木雕而雕的三世普贤菩萨 你可以看到 北传的佛教造型都是广大无边 非常的庄严的普贤王菩萨 这一尊是在中国大陆杭州灵影寺所建的华严三圣殿 新建的普贤王菩萨 你看普贤菩萨是坐在重重无尽的大宝莲花台 接下来到了唐朝东密 东密的造型你看再回来 你可以看到造像风格不同 人类都会以不同国家的文化去吸收佛教他能接受的内涵 你看到了东密 普贤菩萨就very colorful 拿零跟楚 这是唐朝东密的造型 不空三丈那个时代 接下来再看到日本的国宝 大地六面震动的玉宝莲花的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走到哪里 他都会大地六面震动的 接下来进金刚乘 金刚乘的金刚萨朵 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两个人是一模一样 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 红白黄花第一个都要修释迦行 释迦行的第一个本尊就是什么 普贤菩萨 也就是金刚萨朵菩萨 因为他可以畅除你无量的二字页 要念百字明十一万遍 好 接下来请看 那后来在藏传佛教 上面是阿弥陀佛 中边是观音 代表慈悲 左下角文书代表智慧 右下角可能大家比较少知道 叫金刚守菩萨 也就是大势至菩萨的愤怒相 代表力量 所以藏传佛教 它是这样演变来的 接下来 各位看到度母 度母是观音的化身 所以最前面的是绿度母 大家都知道 亲手观音可以化为绿度母跟白度母 然后呢 右边上面呢 是金刚守菩萨代表力量 左边呢 文书是利菩萨代表智慧 最后快要结束了 我们讲的大称就是要学慈悲 智慧跟怨恨 但这三个都总结的时候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生生世世 就是为了一个目标 为力众生怨成佛 而且没有条件 得去努力 这张是我在尼泊尔所拍的 满愿大佛塔有彩虹 非常的漂亮 好 做个总结 三西从善事的文书 观音跟普贤 这三个菩萨是出自于华严经的结构 所以当你到五台山 台怀镇的时候 你会发觉大陆都这么共 很有趣的是 这个只有在大陆保留 难以于我对佛教的艺术跟历史 有兴趣跟教育有兴趣 我发觉台湾也没有人这样共 右边是文书菩萨 代表善财总之五十三餐的第一餐 中间大悲观音菩萨 代表第二十七餐 第三个普贤菩萨 代表五十三餐 第五十三 这是华严经的架构 好 今天就讲经党到了这里 掌声鼓励一下吧 谢谢 先问最重要的 刚才讲那个文中菩萨是好多佛的老师 那为什么文中菩萨没有好 有 这个是好好问题 我现在就回答 佛菩萨的视线呢 他都有过去 现在 未来 就好像他读了PHD以后呢 其实他都可以演不同的戏 好 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请你翻译一下 观世音菩萨 请翻开八十三页 就可以看到 观世音菩萨在过去 八十三页的讲义第九 第八行 观音菩萨过去啊 就叫正方明如来 现在呢 他呢 观世音菩萨事实上他成佛了 也跟释迦摩尼佛一样立无量的众生 所以观音菩萨我们明讲应以佛身得度者 既献佛身而为说法 所以观音菩萨本身也可以现佛身 那在经过无量节以后呢 观世音菩萨他也会释现另外成佛 那不过什么呢 请看在这个观音世智受系经 他成佛的时候叫 普光公得山王如来 所以佛呢 再从世俗的角度 我们讲过去 现在未来 是因为我们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 事实上佛过去已经成佛 简单来讲 他得了PhD 全世界 法国巴黎或是伦敦或纽约 要他去演戏 他都也可以演各种戏 这样懂意思吗 那文殊实力菩萨以此类推 过去文殊菩萨叫 龙肿上尊王佛 有些佛的名字比较难记 那现在呢 在八佛忏悔文里面呢 像文殊实力菩萨已经成佛 叫北方南摩欢喜藏摩尼宝基佛 就是文殊实力菩萨 在八十八佛上为人 有一尊佛 文殊菩萨也在北方实现成佛 那未来呢 他也会成佛 他呢叫做古观如来 你问了问题 好 下一个 你刚才说那个 佛他有报身佛 就是毗如跟辣佛 然后他还有化身佛 那区别是什么呢 明天会讲 把报化身身 这个问题留到明天 可以吗 好 请看你四十九页 五十页第一行 法报化三身 明天会讲 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 没关系 金刚萨朗菩萨跟金刚萨朵 不一样 不一样 两个名字不同 金刚萨朵是修释迦形的本尊 Omvanta Sato Samaya Manuvaraya 本尊 Vanantan Tantopin Nuna 这是金刚萨朵百之名 他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显教叫普贤菩萨 密章叫金刚萨朵菩萨 就是这是 这是这位 刚才有放过给各位看 然后 就是金刚萨斗菩萨 所以释迦行里面 一定会修金刚萨斗的证明 那金刚守菩萨是另外一位 它是西方极乐世界 大势之菩萨的另外一个化身 叫金刚守菩萨 不同 答案是不一样 形象上不同 愿力也不同 还有没有问题 后面谢谢大家 请说 大声一点 像我们没有观点的话 念文书的星咒 或是念什么律动五星咒 好 这个问题很好 我先回答我自己 我在从险教进入金刚称的时候 对不起 从险教进入金刚称的时候 我是先读华严经 后来读了很多经论 就学金刚称 可是当时的我呢 我也知道 就像一般人一样 听了很多金刚称都很负面 乱七八糟的很多 我也怕我自己遇到 结果就想 我谁都不相信 我只相信观世音菩萨吧 我就开始一口气念了三十万遍六字大明中 当时的我也还没有灌顶 可是以金刚正的教法 假如你要以观音法门作为你真正主修的本尊的话 严格说是应该要灌顶口传和解说 可是在你还没有找到有缘的上师的时候呢 你就发心念吧 只要心里生起虔诚的恭敬心念 他还是会有力量的 但是若你这个教法想要圆满的话 你一定还是要求观世音菩萨 找到红白黄花跟你有缘的上师为你灌顶口传 二跟两个里面至少要一个 最好是灌顶口传跟解说 三个都圆满 那就导致你得到这个完整的教法 好 后面 应该说 不 不要这样分 应该说宽容心是慈悲心里的一个特质 不一定讲前后 他可以同时申请 好的 那个师父就说 我正是我的女家老师 我的女家老师 老师说 就是说 你要对别人要宽容 首先要宽容自己的 但是 怎么来理解这个 这个他的看法 他说是不是自他不二 等一下 请看四十八页 第十八行 自他不二或自他交换 明天再说 你现在讲的是 应该讲同理期 其实宽容也有很多的解释 我不知道你的瑜伽老师怎么想 你要问我的想法 宽容也不可以作为借口 我宽容我自己 宽容也不可以作为借口 我本来是太太 我本来是太太 老公你要慈悲 今天换你煮饭 我不煮了 你叫别人宽容其实是你的借口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一体两面的 你要看到能不能理解 刀子 是明天要讲的空气 现在不用讲 所以宽容 很重要是没有做 但是宽容 是慈悲的一个特质 还有一个 不但是宽容 应该讲原谅别人 也要原谅自己 Forgiveness 我觉得所有的众生 在无量节里面 包含师父 我们在没有证悟之前 我们都曾经造过恶业 也做过坏事 所以我们在轮回受苦 可是在无量节轮回里面 我们也做过善法 也帮助过别人 所以我们的业是很复杂 我觉得应该中国人讲 言以律己 欢以待人 这个比较圆满 你对自己要严格 严格是什么 是对着自己懈怠的心 那你说自己要宽容自己 宽容自己注意是什么呢 是说你心中会觉得guilty 比如说你做错了 你一直耿耿于滑 那时候你反而鼓励自己 我要原谅我自己 所以原则是原则 但是要不同的角度去用 你举个小孩子 他明明做错 你原谅他没错 可是以菩萨界来讲 你怎么原谅他三次 第四次就该打 不然他会造业 伤害自己也伤害众生 先不要讲话 所以我习惯讲一个段落 你听的时候就专心 你不要想下一个问题 你心看着你的眼睛 很乱 比如说小朋友 现在拿剑 假的剑 真的剑 在打 那很危险的 妈妈打他 是爱他 为什么 你戳了眼睛会瞎掉的 那个是救不回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 对他的最大的宽容是什么 Shut up Stop it Don't do it 那才是最大的宽容 所以宽容跟慈悲 不一定说方法 就一定是Soft Oh you're wonderful 不一定 宽容跟慈悲 跟原谅 都是原则 但他对自己跟对别人 是要用不同的情况 去处理 这就是菩萨要学的 Skillful means 所以没办法有一种标准答案 了解吗 好 下面 我常常讲这个宽容跟原谅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 要看情况 因人事物 要观容跟原谅 就是说 大家一个前提就是说 我欠人家或人家欠我 比如说你觉得人家应该对你怎么样 我应该怎么样 如果有了这样子的前提 就会有宽容跟原谅 因为当别人没有做到 达到你的要求 或你的期望的时候 你就觉得别人欠了你什么 所以我觉得不是 我们讲过 本来无独一物 何处然成安 不要讲这么高 你做不到的 做不到 对 你一天会讲 我发觉土花呢 华人的脸 我都很喜欢讲得很高 我说一个例子 不要介意 你也可以继续录音 在汉堡的时候 有一个脸友问我 师父烦恼记菩提 我说我打你一把掌 会不会痛啊 不要讲这么高 请坐下来 不是指理错 你要学三个层次 为什么今天我要讲道次第 对不起 我想站起来 对不对 你坐太久了 第一个你要知道 烦恼跟菩提是两回事不同 什么是烦恼 你要搞清楚 贪嗔痴现前 就不要骗人 第二个 什么是菩提心 什么是菩萨道 你要先搞清楚 第一层 烦恼就是烦恼 菩提是菩提 第二个level 转烦恼为菩提 transformation 我叫transit 这个很重要 我怎么转变 我本来很自私的人 慢慢转成变成慈悲呢 我本来脾气很不好的呢 慢慢变成脾气好呢 我本来是没有耐心的呢 学着慢慢转变 这个才是第二个修持的重点 第三个 等到你重物空性的时候 你再跟我讲烦恼即菩提 所以师姐不要讲得太高 死的时候 你得不到力量的 知道吗 举个例子 打你一巴掌会不会痛 有痛的话 代表你有我嘛 假如我打你一巴掌 不会痛 我告诉你 师父会给你鼎鼎的 因为你真正无我的时候 是坐在虚空中 你不是坐在地板上的 经文上是这样说的 所以佛教它有次第 希望我知道今天大家 第一次开放给大家问问题 我讲得很欢喜 但是佛法它有次第 不要像你们炒果条一样 可这样叫炒米心木 炒米了 就是你们讲什么 就是炒面一样 什么东西叫大杂烩 不 青菜是青菜 红萝卜是红萝卜 它们两个不一样就不一样 你不要跟我讲 它们两个一样 讲一样是讲本质 金刚金讲体相用 举个例子 你跟我一不一样 这个很难答 你跟我是人 可是我们两个也不一样 我是和尚 我是出家 你是在家 我没有头发 你有头发 就算两个女众 也两个不一样 一个有戴眼镜 一个没有戴眼镜 所以科学呢 yes就不会讲no 可是佛华讲 yes跟no 可以同时在 同一个时空产生 了解吗 那关于原谅 或是所谓的宽容 其实它只是一个特质而已 慈悲心有很多的特质 这两个都是 但是我觉得要用在 对的地方 不然会变成借口 然后你自己会搞不清楚自己 就好像刚才我举例 是不是受了菩萨借 我们该救别人了 可是你明明知道 那个老菩萨 我后来才知道 我上了车以后 才知道 他是被这个所谓 财团控制或黑道控制 那你帮不帮他 我还是帮了他 我表示了我 还是帮助他十块 可是他要跟我要五十块 我做不到啊 但是从我的心 from my side I always do my best 这样了解吗 好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再说 事物提到说 人在经过经历之后 会看到 有了苦之后 才有出离心 对 这个出离心 这个出离心简单的讲 以中国人来讲 鲤鱼跳龙门 我举例 鱼啊从水中就跳出来 意思出离 不是说你现在就不要工作 老实说 当我们这样看到 密勒日巴跟佛朵 水山苦行 全世界的佛教徒 都不可能放弃你的工作 真的出离是假 定义不同 表示你遇到五欲六成当中 从那里得到超越跟解脱 请写下来 心遇到五欲六成的时候 你要从五欲六成里得到超越跟解脱 这才叫出离 就算师父 我也要吃饭 我也要睡觉 我并不是说 我现在 我不要你们 我躲到山洞去坐 当然也很好 那是闭关而已 真正的出离 并不是否定外在的物质 不是要你从心里面去超越 这才叫做出离 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什么问题 下一位 师父我的问题是 我一个朋友 他的父亲刚刚过世 然后他就很伤心 现在还在 心里还是很伤心 生活 然后又拍了刀 最近拍了刀 那他还是很想念他父亲 所以他应该要念什么经比较好 地藏经呢 还是 等一下 请问他是佛教徒吗 都不是佛教徒 没有 可能也以后可能有缘分吧 我想任何一部经都可以 我想叫他念观世音菩萨 或念地藏菩萨 因为这两位菩萨的悲心愿力贵广 就好像举个例子 现在在房间里有很多插头 最常的是什么 太阳能吗 因为这两个菩萨的悲心愿力最广 你可以劝他念 如果他不念的话 买一片CD送他 你就当着音缘 我常常说对西方人讲 Spiritual Music You just listen and relax 他就会产生力量 至于念什么经都可以 最好的方法是念普贤行愿品 不过他不一定接受 慢慢来 第二个 讲到悲伤过世 有一个方法 就是常常回忆善法 人会悲伤 其实是因为你一直想负面 举一个例子 请倒杯水 帮我水倒 比如说你看他现在帮我倒水 他是好心帮我倒水 水现在这样倒下去 因为师父想喝水 这个是这个例子 可是假如你心很恐怖的话 你想 哎哟 他搞不好里面放毒耶 不好意思 看到了吗 对这是比喻 看心跟静 我的心 表演给你看 这个茶杯就是静 接下来他讲心跟静的互动 注意听 我现在就讲明天的主题 这是很重要的 你没有了解的话 你会常常觉得很难找到 圆满的解释或答案 心 我们本身心会好跟不好 可是我们对静 我们会去猜 比如说他现在明明好意 可是假如你有个忧郁症 或恐惧的话 我想说 哎采源你刚才 师父放了毒啊 我想天哪 师父帮你倒水 怎么可能会放毒呢 还有一个 可能他没有洗干净 里面呢 有化学品 也有化一整啊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痛苦啊 有分好多种 注意听 痛苦也分三类 第一个 心理的幻想 现在我们全世界 为什么都忧郁症 因为幻想太多 第二个 是外境也的确有很多干扰 比如说幽民界众生干扰 或是很多很多 负面的经验 或car accident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一朝被蛇养 十年怕什么 八草神 对啊 对不对 这个例子就很好比喻 外境对我们也会影响 第三个注意听 是心跟外境的一直负面的互动 举个例子 你喝酒 你一直喝酒 你喝酒 我告诉你 你吃燕窝的话 你的肝还是不好啊 因为你自己呢 用酒 慢性自杀嘛 所以心跟境也会一直互动 所以要健康的身体 不但是说求佛菩萨 你要照顾你自己 就像德国人喜欢开车 你该保养 该加油 就要 假如你现在 肌肉已经用完了 你说管他的 给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就拼命开 那高速公路 一定发生车祸的 那你还说 观世音菩萨不保佑了 答案是 You have a wrong view 你没有正见 你的见解是错误的 所以不要动不动间 丢给说 这是观世音菩萨会保佑 这句话 看你怎么解释 用这样 我再做一个总结 这个问题问的 心 假如他没有学佛 注意听 但他想 你去见他的时候 去鼓励他 什么呢 带照片给他看 虽然家人过世了 可是你跟家人 还是有很多 美好的时光 人一定很naturally 舍不得家人走 可是不要一直想 为什么 想了呢 他不会回来的 我怕他有忧郁症 对 就是想太多 才会有忧郁症 那我反问你呢 说个笑话 全世界 假如以台湾来讲 忧郁症最多的 应该是谁 马英九吧 第二个忧郁症 最多的应该是 辛红师 为什么 我常常听人家家家有本南京之经都会跟我付苦啊 新的力量很大 对不对 好 我讲一个故事是真实的 我曾经讲过 因为在这里我想讲 我的外公跟外婆一生都很好 结婚六十多年 从年轻 一起同进同出 他是客家人 在新竹 我们还以前那时候有田 冬天很冷 两个人还要去下田 可是很不幸的我外婆呢 她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 我赶到主动医院 帮她住念过 结果 我外婆呢 跟外婆呢 外公是一生很恩爱的 同进同出 从来没有分离过 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 结果当我外婆过世以后 我外公啊 真的立刻老了十年 然后每天坐在门口问 跟阿婆 她很无伤 外婆怎么还没回来 她以前出门的时候 都会跟我讲 怎么现在出去这么久 还不回来 吃饭的时候 我们排一个桌子 然后她会放外婆的碗筷跟饭 周围的子女 我妈妈 舅舅阿里 大家都掉眼泪 为什么 外婆已经走了 她永远不会回来 她就坐在门口这样坐一年 老人痴呆症 答案什么 心里她不接受 你说念什么经 都有 其实最重要是 她心里那个结 不愿意打开 所以不好意思 我为师父祝福各位 很多都是佛友 都是一对夫妻来学 佛法 佛化 家庭很好 但夫妻啊 恨笑 恨笑 不要恨笑 为什么呢 就像演戏一样 落幕的时候 谁先走 都不知道 要珍惜 但不要执着 这有点难 明天会讲 什么叫不执着 就像我关心我的妈妈 但是我不要去执着她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从内心里讲 你要鼓励她 要回忆今生的善法 爸爸虽然走了 可是爸爸今生 关心你 照顾你 你们有曾经 很美好的时光 所以让她看 以前的照片 就会升起善法的力量 注意这是佛陀 在发寒金教的 第二个 常常想光明 所以什么叫菩萨 你的亲人跟朋友 要陪她走过这个黑暗时期 她需要时间 跟空间 知道吗 那我是不是可以 让她先从心经开始念 可以也可以 最短的 你愿意 可以 心经念三变七变到 你请她念观世音菩萨 或地藏菩萨 慢慢来 不要强迫她太多 买音乐的CD给她听 每天这样发呆发呆 也是这样过 你给她听音乐 她就慢慢慢慢改变 所以我们帮助众生 要skillful means 也要pations 好我想时间差不多 我先到